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斯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斯伊贝斯坦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芷英专手太阳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来了演员任栋林任老师 欢迎任老师 华一家型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雷图老师 欢迎三位老师 先了解第一队 各位请看 真的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没有伤心心的人 和当初认识的他差距太大了 我对他真的是挺失望的 他这人就是那种刀嘴刀夫心 我一个男人 出门在外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他还觉得我是个我打费 我刚刚经历了我人生中的大学家座 可他呢 作为一个女朋友 我感觉他特别不理解我 整天那样的生活 我怎么理解呀 为他好为他小 反而让他觉得这是一种压迫 那怎么能看到希望呢 男生说了一句话印象深刻 刀子嘴刀子心 这女生你多狠啊 但是另外一个事实 又会把你打醒 女生说 他居然会向我动手 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吧 来 掌声有请 来 嘉宾小曹 二十四岁来自山东 代业 女嘉宾小新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前台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二十四岁 是 吓我一跳 那位小片里他说了一句话 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多大的浪潮 恋爱多久了 我俩认识将近两年了 怎么认识的 当初就是 我俩在一个 就是网吧玩游戏嘛 他坐旁边 感觉这个小公园挺不错的 感觉挺不错什么呀 感觉挺不错的 感觉挺不错的 至于天天在家待着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要我给你考虑 边次你还打我 你那叫挺不错的吗 当初打的那些 确实 我这点 我已经也向他认过错了 因为那天 我过生日的时候嘛 然后跟朋友他们一起去喝酒 他在酒中上就一 他俩给我翻脸 然后给我翻脸之后 那你也不能打他呀 他拔着就走 然后把我们几个朋友 跟我一起就 扔在那儿了 扔那儿扔那儿呗 扔那儿之后 我们几个朋友 他们都说吧 他说你回家吧 你女婚就生气了 过生日这么好的几个事 甚至让他脚黄了 那我为什么不走啊 我待在那儿 听你数落吗 那你不能忍忍我吗 再说了 我回家之后 喝了点酒 我吐了 用拿擦完了 骂不往我身上摔吗 你也好意思说 你吐了我给你收拾 你还在那儿虚虚叨叨 你明天知道 在酒庄上 我心情就不好了 你回家还在那儿 一直说我 我就没有脾气吗 再说我把妈不 摔在你身上 你就可以打我了吗 是 那我那天 喝了点酒 接着酒就上头 我冲动了 就打了一下 你还想打几下 不是 我说 打一下还不够吗 那我后来不也认错了吗 打一巴掌 给个天字吃有用吗 我 我问问啊 看这个资料上面 男生在待夜是吧 对 女生说她天天在家 打游戏是吗 是 我相信在生日上面 一个生日过程这样 你心里也不舒服 对吧 女生心里肯定也不开心 但是这些事情 一定是日积月累 堆积在一起的 对不对 对 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哪儿啊 她在家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要给她考虑了 当初喜欢她 也觉得她挺上进的 但是现在跟以前差距太大了 然后本来也有点接受不大了 然后家里父母也催着结婚 我觉得 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怎么了你 人生碰到了什么大起大落了 我听这姑娘说 好像变了一个人嘛 以前挺好 现在不行嘛 怎么回事 当初我俩认识这会儿嘛 认识之后也是 刚认识我就没上班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也是听了她的建议嘛 就是自己就是管 亲戚朋友借了点钱 也把车什么都卖了 错了点钱之后 在我们那里就是开了一个 小型的烟酒店嘛 也是想着挣点钱 为了我们两个以后 好友好好的生活嘛 但是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就一直赔一直赔 把店对着之后 我就感觉 挺失落的嘛 可她作为我的女朋友呢 她一句安慰我的话没有 天天在家还说我 还说我没安慰你 你生意失败 你在家心情不好 甚至一天吃一顿饭 我不心疼你吗 我没有搬过去去照顾你 天天关心你的一时起居 我还要上班 早起给你做饭 晚上回来还要给你做饭 收拾家 你呢天天就在家玩游戏 那你用那时间时间 你收拾一下家行吗 我对你期望真那么高吗 那我那时候 新年部也是挺低落的嘛 那有时候我 连饭我都不想吃 是不是 那我真的 天天我都 那时候 虽然挺 挺伤心的嘛 那时候也是啥也没干 她就天天在家 一回家就开始说我 一回家就开始说我 最后她都说 我是个窝囊费 我又对 你说过吗 说过 她在家什么都不做 然后也不上班 一点都不上进 真 窝囊吗 窝囊 心里肯定觉得特窝囊 干一买乱黄了 女朋友还这么说我 多窝囊是吧 是 毕竟那时候也是抱着 挣钱 你现在不工作多久了 不工作得有将近 不到一年嘛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有时候也是花了她的钱 等于她养着你 对 就因为这件事 天天就说我 这点事 对 这是一点事吗 我当初刚回来的时候 我有钱 啥都给你花 给你买这买那的 带你出去玩 出去各样旅游 全花了我的钱 我也没有你花一分钱呢 是吧 是 当初你对我确实挺好 可是现在呢 你不上班也就罢了 你现在在家玩游戏 也就罢了 哪怕是我跟领导闹别扭 我辞职 你安慰我一下也好 你也辞职了 为什么 之前那会儿 在当初跟领导闹了点别扭 就是生病了嘛 然后请兵驾 今天那会儿 店也比较忙 然后我们领导就不准嫁 后来 我妈都从家过来了 直接把我接走了 然后就旷工了 旷工之后 她当时说 就那一个月工资 就不给我了 当时就逃起来了 然后就 就辞职了 对于未来 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我本身打算 刚刚开始 我跟她说 我说过两年 我接着回内蒙古 跟着我伯伯 接着干去 可是 她死活不让我去 不是 你去内蒙干嘛呀 因为我之前 我俩没认识之前嘛 我就是跟着伯伯伯 在内蒙古 那个 干了酒水生意 打算是要 再跟你伯伯 回内蒙去做 酒水生意 是吗 对 她就是想逃避 这段感情 为什么早不回去 偏偏再有矛盾了 要回内蒙古了 那我还不是 你天天说 我不工作吗 好不容易 我想安稳找 回去工作上班了 可是你死活不让我去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留在山东找个店上班呢 你说吧 在这边 甚至工作简历 我都给你写好了 都给你复印出来了 给你找个工作 陪你去面试 这个你也不想做 那个你也不想做 为啥我想去内蒙古 我不是现在 我去内蒙古 好赚点钱 然后再回来吗 你以为我愿意去啊 内蒙古离家这么远 我也不想去 是不是 自退去 就是为了回来后 好熟悉有点钱 然后结婚吗 口口声声为了我 过年时候 我爸妈来咱这边 咱一起下吃饭 我爸妈提起结婚的事 你是什么态度啊 当然是什么情况 你让我怎么说 第一个 我没有固定的工作 我也没有收入 我怎么跟爸妈说结婚呢 我难道就空嘴说吗 我说我能跟你姑娘 一个好的生活 一个幸福的家 我都不信 你何况让他们呢 对不对 你就是嘴上说一套 实际行动一套 你现在有考虑过我吗 你想娶人家姑娘吗 想 什么时候娶 不用 不是说什么时候就娶吧 就是我有能力养活她 我就立马去娶她 你啥时候有能力养活她 我找完工作 有了稳定收入之后 那你什么时候找工作呀 原来姑娘是来逼婚的 用这么长时间感情 也不是说放下就放下 你们有多长时间呀 两年多 毕竟之前也没怎么谈恋爱嘛 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要来的 来这个节目干嘛 我想跟她说明白一些事 然后让她自己考虑一下 说明白什么事 要不然留在山东工作娶你 要不然她去内蒙 在内蒙古再做生意的话 你就跟她分手 是这意思吗 对 你在逼她要选择 工作方向和你 你要让她逼一个选择 差不多吧 我不是说我非得去内蒙古 我之所以选择 我跟她说我想去内蒙古 是因为内蒙古那边 毕竟跟我伯伯 递一家亲戚嘛 然后你毕竟干了活 也不算太累 你挣的钱还有点多 我不就是多想挣点钱嘛 我也想早点结婚 难道我不想结婚了吗 没有钱我拿什么结婚 拿什么养活家呀 我就是想找个安稳的工作吧 你那是想找个安稳的工作吗 天天在家研究彩票 你那叫工作吗 这是你所谓的工作吗 那我就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 那是生意刚失败的时候 是不是 我心情非常低落 那我就在家研究研究彩票 也没多时间 这个心情低落 为什么研究彩票 因为那时候感觉 让她自己一个人上班 挺累的 我就觉得我研究彩票 万一能中奖呢 能让她少上点班 让她勤快点 然后我也没抱着别人目的去 我就想让她勤快点 那你让她勤快 你去工作呗 那我也是去了 可是找个工作也是 跟我之间的工作 落差有点大 我就 你就是高不成地不就 你还想跟她好吗 感觉有点迷茫 然后主要是 说实话 想不想跟人好 我想再观察一段时间 观察啥呀 都观察了一年多了 在家里面吃你的喝你的 你养着还打你 主要是看一下 以后怎么样嘛 以后咋样啊 以后人家想去内蒙古 发展一番大事业 回来娶你 你不让人去 你想咋地啊 你 我想让她轻松点 我不干活 躺在家里买彩票 我娶你 什么时候我能养活你 什么时候能养活呀 我哪知道 什么时候能养活呀 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伯伯去做生意呢 那不是人熟轻松好挣钱吗 这叫什么呀 好了各位老师 看看这段情感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男孩 干什么事都想找捷径 跟伯伯那边是有人罩着 是吧 到这自己单独闯的话 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吧 确实是 失败了就一蹶不振 找不着工作 还妄图想 以抽奖的方式能种种彩票 是说你买了 然后你就撞大运没 而且不光你在撞大运 这女孩也在撞大运 也想哎呀 如果她能找份工作 我们就能结婚了 她就能对我好了 是那么回事吗 因为家里父母也催着结婚吗 你结婚是为父母吗 还是为自己的幸福啊 一个是为自己幸福 但是如果父母不支持这段婚姻 那也幸福不当的 父母为什么要支持你的婚姻 家里就一个孩子嘛 毕竟父母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 对 好 这就是父母支持你结婚的原因 但是跟他可能会有他们要的幸福吗 当初的时候他对我也挺好的 现在 那就是现在有点跟之前差距太大了 然后 为什么呢 我觉得男孩 第一 结婚的前提一定自己要独立 结婚的前提是说你一定爱这个女人 今后会爱你的家 你要对你的家有贡献 请问 你现在你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吗 你能够自己生存吗 我现在是没有经济来源 但我以后会努力找到 好 你现在没有是吧 是 你在做什么呢 你努力去找吗 你除了买彩票你还在干什么 我也是去找了 但是工作也没有合适的 但是我以后 为什么没有合适呢 最关键的 你爱这个女孩吗 爱 拿什么说明你爱这个女孩 丝毫看不到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女孩 在死半恋的 让你找份工作就能结婚了 我觉得你们俩不是在谈恋爱 你就是 现在能在她那得到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然后就依附在她身上 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找工作 结果你们在一起 有了一份工作 你还挑三拣四的 必须要轻生的 还要挣钱多的 好事都让你耽误 可能吗 所以我真不建议 你们马上就要谈婚论嫁 甚至于不建议你们 现在继续谈下去 至少你先有份稳定的工作 甭管是去找伯伯 还是在当地靠自己 自己先学会生存 然后再谈生活 如果真正爱她 你看这样 希望你去找工作 然后结果你在家里 整天就在 好吃懒做的 荒废你的青春 你不光耽误自己 你也耽误她 先去找份工作 好吗 好的 独立起来 而女孩 结婚真不是说 这个男人 跟我生活在一起 他有份工作就可以了 是因为家里人 让我早点结婚 就是要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要擦亮你的眼睛 这个男人真的是否爱你 是否有责任感 如果爱你 不会打你 如果有责任感 他不会没有收入 明白吗 冷静了 好好想想吧 至少现在 我不觉得 你们应该从转门里出来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是这个女孩 来要求我们这个 爱情保卫战的 是吧 是 那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 从你的内心的 真实的感受来讲 你希望 是能够延续这份感情的 希望它变好 对吧 但事实是 我从这男孩的身上 这小伙子身上 看到的只是 好意无劳 坐享其成 和好高无远 你没有一个 作为一个 男人应该担当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失败这事 每个人都承受过 失败的经历 像我儿子 今年三岁多 他知道爬一个东西 爬上去摔下来之后 他都告诉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 这是一个人的 个人信念的问题 并不是说 你失败了之后 我要坐享其成的 去靠买彩票 就觉得这是一个 很可笑的一个事 不管你们俩 能不能在一起 我觉得你身上 肯定是有问题的 肯定是要改变的 姑娘 你觉得她能改变吗 我觉得赵现在 应该是改不了 那其实你 对她已经有一个 标准的答案了 然后你来这儿的目的 只是想把它明确一下 而且你别忘了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是在网吧里面 玩认识的 作为一个 玩认识的 那这个玩是你们俩 一个共同性 所以可能应该 你们能玩到一块去 可能在后面的生活当中 遇到各种柴牛 盐酱塑茶的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 慢慢浮现上 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你认真的考虑一下 我比较同意 曲老师的反应 真的 好 谢谢 都要慎重 对这段感情 伸手就打女朋友 这是无情吧 伯父对你有恩 你说走就走 这是无意吧 在家玩彩票 打游戏 这叫不求上镜吧 还有 现在 不行了 又回去找伯伯 这叫没脸没皮吧 我看对台本上说 伯伯很生气 说他招呼没打 就说不回去了 人家是因为亲戚 才带着你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 要你干嘛呀 你说这种男人 还值得你爱什么呢 找一个男人 就是要看最关键的时候 现在是他事业 最低谷的时候 你们俩的相识 是在他春风得意之时 你们现在 你要求他留下 是他饥寒交迫的时候 如果他是一个男人 第一 他没有脸去找到伯伯 你说不干就不干 生意也不管 现在又好好的 好好的回去找别人 说明这种男人 是没有志气的 他但凡是有一点志气 在山东本地 因为爱情的力量 因为跟你在一起 他也得好好地 找份工作 但他爬不起来 他现在就想跑 想逃 说白了 他现在钱没了 他你也不想要了 就想溜回去了 你明目明白 人家就没把你当回事 所以你对于他的这份 所谓的不嫌弃也好 不离不弃也好 人家并不懂得珍惜 更不能幻化为 斗争的力量 明白吗 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 总是会有感情的 舍不得这也很正常 但是第一 这种人有什么好舍不舍的 第二 你年纪也不大 二十三嘛 你急什么呢 山东好小伙子没有吗 找一个男人 不管他是不是 经济上好 或者是不好 最关键他在乎你 他如果在乎你 就愿意去好好工作 给彼此一个规划 一个好好的将来 就这样一个没有志气 又没有这种 奋斗精神的人 你留他干嘛呢 是不是 今天走了就别回来了 我觉得现在最重点的 不是你们俩的情感问题 请你思考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请你也思考 你怎么做一个男人 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们想清楚之后 才说 不一定在这个节目里来做选择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 或者叫冲动 行平静气地想一想 因为你们今天讨论的是 结婚 那这两个字就很重了 慢慢来都别着急 最后提醒女生一点 谁不会遇到困难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大家多给一些鼓励 少给一些挖苦 你可以激励他 但是不要挖苦他 什么窝囊费之类的 多伤人呢 别给电视机前 正遭遇像他那这种经历的 那些朋友说 生活中谁不碰点难啊 挺起腰板嘛 再来一次 仅此而已 别投机了 感情的事先放一放吧 你们先考虑怎么好好的 做一个成熟的人 和要一份你们想要的生活 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对小情侣打打闹闹 来请关门 生活上又遇到了一些小的波折 其实对他们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们这一对情侣的遭遇倒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哲理 平常你觉得他好都不重要 遇事的时候这人好还是坏 那就一眼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说他们能够通过今天节目成熟的话 我想他们的最好选择应该是都不出来 因为对于这个节目来说的结果 只是在节目中此时此刻此地的一种结果 它并不代表生活里的一种结果 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能够冷静下来 或许也算是一种成长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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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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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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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大大五岁 他说没有关系 只要你喜欢就好 特喜欢 对 就是我觉得 他就给我一个感觉 就特别地成熟 就这点就特别吸引 包括我们认识这一年多吧 他也给了我很多的暗示 每周六周天 我都是约到出去玩 吃个饭 看看电影什么的 他都是也是答应嘛 看电影 对 有没有拉手 我试过 他也同意过 但是一到有人的时候 我就分开了 姑娘 这是为什么呢 就没人的时候 你可是拉了手吧 拉手的时候我会 拒绝掉 只是拉一小下 我就轻松地推开了 推开了吗 大多数还是推开的 那不是也有少部分 没推开吗 是吧 你小伙子一定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那少部分没推开啊 那可能是我们 出去玩的时候 他会 他特别地 怎么说呢 他会吓唬人 你知道他又像你 这个是爱啊 他又像你这个求爱啊 你其实很明白他心思 你干嘛还跟他看电影什么的 当初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是从工作开始 到最后我觉得我们是朋友了 我会跟我的朋友一起 出去唱歌 看电影 吃饭 哪怕逛街 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就是能给我带来的阳光 这是我缺少的 你是不是还心里 还有你第二个男朋友呢 我看你说第二段的时候 就哗哗哗地流泪了 他结婚了吗 没有 是他动摇了吗 你不给人擦擦眼泪啊 那你不拍拍人家嘛 对不对 安慰一下嘛 小子 安慰一下 你快点嘛 宽厚的肩膀 安慰一下 你介意他上一段感情 他那么深吗 其实我知道 我今天来的一个目的 我不光是想跟他表白 其实我知道他有过两段 其实挺 我就想吧 今天我就是 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 我跟他挺开心的 包括每次出来玩 我觉得他也挺开心的 但是他现在一直没走出来 就一直觉得那两段感情 就是一直 就挺现实的 包括我这个年龄这个问题 他就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拒绝了我 年龄却实是不能改了 是吧 你刚才一直说 你说咱俩 你一直想要未来 但是你现在你都不给我 我怎么给你未来呢 我觉得很多地方 我们不合适 比如说他 比如说 他会跟我说的话 会跟很多女生都说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想你了 或者说抱抱之类的 就是发微信 但是 他跟其他女生也会说 我觉得所以 这是很普通的朋友关系 我只是跟我一些 玩得特别好的一些闺蜜 就是这样 而且他也知道 我们也都出去一块 吃过饭也都一起玩过 他都认识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 可是在我们这个年龄看来 你们两个不是情侣关系 没必要就保持了 那么近的距离 就应该分开的 能分开吗 能分开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差五岁 我的朋友会怎么看 就是说 你找了个比你小五岁的 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 我之前跟你表白过 你当时说 你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考虑 是你说的吧 如果当时你不喜欢我 那么大的一个表白 你当时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你直接说 我不喜欢你 我 咱当一个普通朋友 不就可以了吗 你为什么要 说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考虑 也就是说我在你心里 还是有位置的对吗 当时你的朋友那么多 难道我要守着大家 不给你面子 删你脸直接说 我不同意 而且我们俩连朋友 都做不成 好 我问你 今天可没他任何一个朋友 你喜欢他吗 我只是对他有好感 就是欣赏 你是高手啊 我觉得咱是认识 一年多的时间了 对吧 咱俩出去玩 你那些眼神 不是装出来的 我能感觉到 而且你如果不喜欢我的话 你干嘛 就上一次那个 如果练身我起不来 你干嘛 一坚持给我打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而且他不喜欢 给别人打电话 不喜欢给别人聊微信 一跟我聊就聊 我问一个致命的问题 你不喜欢你干嘛来啊 来就是给机会啊 对他来说 来我只想跟他说清楚 做朋友比较合适 男女朋友是吧 只是普通朋友 你不能跟他做普通朋友 你明明知道他心怀 叵测 你还跟他做普通朋友 不是把他弄得要疯吗 所以我很长时间 已经不接他电话 不跟他联系了 哦 好了 反正这么个事 来 我们一起进入 Tupid问卷 女孩我问你几个问题 有没有约会两个人 有 也有过拉手 对不对 这样的朋友 有几个 我有几个答案 也有几个男闺蜜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坚持了两个月的 叫醒服务 有几个 只有一个 甭管是因为什么 答应对方说 我考虑考虑你的表白 有几个 只有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 就你上一段 距离现在多久 一年 一年马上他就出现了 还是他是在 我们俩是在 我分手的之后 他出现的 现在还跟上一任 有过来往吗 保持联系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 他现在没有结婚 因为朋友跟我说过 你问的 还有朋友跟你说的 他有主动跟我说的 我们俩都是主动的朋友 你听到他现在 没有结婚 心里什么感受 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你的眼泪说明问题 你还没走出来 那个男孩曾经跟你描述的 或者说你想象 跟那男孩的未来 在你心中还是一个痛 你没有出来 他的确只是你的 一个比较好的朋友 能够在某些时间 某些场合 某些事情 是可以替代那个男人 但是他不是那个男人 永远不是 不可能是 你的前男友 现在有女朋友吗 有 他还试图跟你联系吗 没有联系 你有经常想到他吗 不会经常想到 只是 但一想到 就会疼 你不是不会经常想 你是不敢去想 因为他始终在你心里 OK 我懂了 男孩 你们之间有一个 不可战胜的敌人 而且他会 潜移默化地 把当时分手的原因 归结为 那个男人的父母 那个男人的亲戚 那个男人的朋友 他看不到那个男人 根本就不足够爱他 否则 别人怎么能干涉 两个人的事情呢 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机会 而是说你现在机会不成熟 因为第一 你现在还是学生 你幼稚 你的很多行为 包括在广场 向他表白的行为 有的人 认为是浪漫 在他看来可能是幼稚 他对你完全是 不可能信任说 你看 我其实已经跟曾经两人 都是感觉非常好的 到最后都不行了 你凭什么行 你还是个学生 他对你这完全没有信心 第二 你还真正没有走进他的心里 不是用你的所有的那些行动啊 甚至于一些表现 没有走进去 除非那个人没出来 所以呢 我给你的建议啊 如果你真是坚信 你自己对他那份爱 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过个一年 到一年半左右 当你真正不如社会的时候 再去努力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 在这么短的场合上 他答应你 我觉得不太现实 好吗 加油吧 就这样 谢谢老师 问一下这个女孩 你还相信爱情吗 我想说的是 对于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 是很难 让她从爱的伤痛当中 去走出来 然后去面对下一段感情的 她没放下之前的前男友 我想说一下 我的 不是说因为我的前男友 而是因为 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 就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老家不在一个地方 就放弃了 当时他们说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来也能改变 但是你不能把这些 现实的原因 又强加到我身上啊 我不一定会这样做啊 可这就是我经历的 所以在她的身上 她所经历的这些你 去把它copy到 每一个接下来的 即将成为你男朋友的人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 对她来讲也不太公平 因为人和人之间是 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可能你面对的 前男友的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对待你们之间的感情 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然后刚才这小伙子也说了 他家人完全同意 而且感情是 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 在这个阶段 就是两个人 能不能够成为男女朋友 并不重要 这不是一个 很关键性的问题 爱情你还是应该要相信的 我觉得 关键是在于 你们成为 男女朋友之后 就是你觉得 姐弟恋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小伙子 他可能面对的是 将来从不成熟 到成熟之后 他的心智上的一些改变 和对待事物的一些看法 和对你的一些看法 可能你们将来 如果真的能够成为 男女朋友的话 我觉得面对的是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去 试着尝试一下呢 就算不行 我觉得可以再分手吧 对吧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 我觉得我既然没有走出来 我就不要接受他 对他不公平 也有道理 我是真心希望 他们能在一起的 与生似乎一句话就把 我任老师给搪塞了 说您说的真不错 既然没有走出过去 我就不能接受他 但接不接受 这是已经接受了呀 问题 是已经开始了呀 这个东西又不能说 我正式告诉你 我们已经开始了 种种行为 让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二仗和尚摸不到头脑 如果你真的是流着泪 对过去 有深重的缅怀 我尊重你是一个 非常对感情 应该是情深义重的人 对感情是十分尊重 非常珍惜的人 你既然对过去的 感情你那么珍惜 那你就更应该 洁身自豪 你就更应该 具他远之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话是 因为不想伤害 所以假装不知道 或者说假装 让他感觉还有希望 但是事实上 到了最后 你们俩是朋友 也做不成 你是把别人 害得支离脱碎 你不觉得 这比直接拒绝他 还要残忍吗 走不出过去 和接不接受他 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真正尊重感情的人 就应该把自己更多的时间 花在走出过去 和面对工作 不应该跟自己一个 并不喜欢 或者是完全没有 爱情趋向的一个男人 时时刻刻 那么长时间的异性 待在一起 你可以说你走不出来 但你别招惹他 或者说 你心里就是喜欢 但是因为过去的种种 我觉得我们不现实 你哪怕是这样说 也可以至少承认了 你喜欢他 他存在 但是你现在 你说我又不喜欢 我只是欣赏 我又走不过去 等等等等 把你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你一点说都没有 我就有点看不下去 他糊涂 我们并不糊涂 所以说有一句话 我很久没说了 我今天必须要说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你信吗 两个前男人 用同一个理由离开你 你信了 姑娘我跟你说 你真单纯 我当时找过 我自己的缘心 不不不 也别找自己 也别找对方 这事儿 其实我是不太信 话人就说 在过去的两段情感当中 出问题的是情感 并不是家人 我不是说 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我想说的是 既然不爱了 何必 跟不爱自己的人较劲呢 这是第一段 请你注意 第二段 我特别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 不因为你碰到了两个 不爱你的男人 你就能说所有的男人都坏的 第三个层面 其实我特别想说 是说你现在一谈恋爱 就一定要结婚吗 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 我想找一个简简单单 稳当 而且就是 简简单单 稳当 有安全感的男人 有安全感 OK 好 其实你已经给自己描摹了那么一个对象了 只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出现 我想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什么前男友都不在了 所以别找借口 只是因为诱惑不够 所以诚实是最重要的 我想你自己能不能 在一会儿表白的时候 非常清晰地告诉这个男生 是什么就是什么 坦诚 别遮遮掩掩 如果你的心里确实有他 只是对未来的惶恐和不安 那我的建议是 因为都年轻 可以给爱一个机会 如果心里真的没有 那你让他清楚 都别耽误时间了 好吧 人家今天要那个 你别再纠缠 听见没 来吧 一起进手黄金六十秒 我想跟你说 喜欢不等于爱情 我很欣赏你的阳光 我很谢谢你带给我那些温暖 但是 我可能会选择伤害你 如果说我做一些事情 让你误会的话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我们认识也一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 什么性格都了解 如果你是因为年龄 跟现实的原因 拒绝我的话 我不甘心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是这些原因 都不是问题 我希望 我们各自能够 给爱一个机会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哪怕不合适 我也不会后悔 如果没有未来呢 至少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